大家好 我是GRC教練 佩芸 大家好 我是健身工廠教練 Xavier 那相信各位跑者呢 在進行馬拉收或者是準備一場賽事的過程中 常常會因為跑量過多而造成運動傷害 嗯 適度的加入機器訓練呢 可以有效的降低我們受傷的風險喔 所以呢 今天我們也請來健身工廠的 Xavier 教練 為大家示範怎麼有效的進行全程性肌力訓練 Yeah 準備好了嗎 Let's go 我們要操作後腳抬高的分子蹲 那我們今天負重選擇用啞鈴 好 那你要操作的時候 我們人微微往前擠斜 拿住啞鈴之後 確保你的前腳掌 大拇指 小指跟腳跟 三個點都用力抓緊地面 三個點都可以穩穩踩地面之後 吐氣推進地板 後面那隻腳要保持用力靠近引電 人可以微幅的前傾 吐氣站起來的時候 我們不要讓啞鈴撞到往前晃 所以我們要把肩胛骨往下壓緊 讓你的背部收緊 全身產生剛性 就可以直直的上來 直直的下去 我們當弧的時候呢 我們雙腳踩自然站姿就好 大概跟肩膀一樣寬 我們可以讓腳尖微微的外巴 讓你的屁股保持可以收得更緊的狀態 那弧鈴置在我們身體的正前方的時候 剛好會跟我們兩隻腳呈現一個三角形 好 那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 自然放鬆膝蓋 把屁股往後推 準確的用連下肢肌肉群來減速 重新再讓它加速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接著我們做啞鈴的單臂單腿划船 好 我們一手持啞鈴 讓同一側的腳維持在地面上 對側的腳往後踩 確保你的後腳腳尖跟膝蓋指向地面 你的肚臍也指向地面 這個時候你的人就不會旋轉 踩在地面的那隻腳膝蓋可以微彎 讓你的身體保持打正 謝謝 Sabia 教練監的指導 以上這三個動作大家都學會了嗎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大家有幫助喔 我是潘雲 我是 Sabia 謝謝大家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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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進去 期間